十年前张艺谋力捧的《某女郎》出演的电影一经上映,她迅速走红, 十年间却因演技、烂片和满片营销的高级感跌落神坛, 成为历届《某女郎》中混得最差的一个, 既达不到巩力张子怡的高度,也压不住周冬雨和刘浩存的生气, 这个女演员就是妮妮。 妮妮八八年在南京出身,高考失利的妮妮并不愿就上个普通大学, 所以妮妮选择了复读。 07年,妮妮复读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在那里学习播音。 妮妮跟那个年代的每个女孩子都一样, 上学期间找了外企实习,毕业后就当个外企员工, 可意外在妮妮大一的时候来了。 老师推荐妮妮去报名参加张艺谋正在选角的电影《精灵十三拆》, 因为妮妮完全符合当时的选角条件, 第一,南京本地人,第二就是英文好。 妮妮抱着试试的心态去了, 因为妮妮的大姨是南京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 从小妮妮就被灌输着学习英文很重要的思想, 所以英文一直不错。 可妮妮并不抱太大希望, 觉得别人学表演的都没选上, 自己一个学播音的, 更没什么希望。 可当妮妮第一次跟导演张艺谋见面时, 张艺谋就要求妮妮跳舞。 妮妮从小妈妈就送她去学了拉丁舞, 并且成绩不错。 异舞结束, 妮妮跟张艺谋的见面不过就20分钟, 张艺谋就不过合作伙伴张伟平的反对, 坚定定下了妮妮成为《精灵十三拆》的女主角郁默。 角色定下后的三年里, 因为妮妮是学播音出身, 并没有任何的表演经验, 所以妮妮每年的寒暑假都会去进行封闭的培训, 培训内容就是把一个青春洋溢不按时事的妮妮变成一个风情万种, 满身风尘的情怀和舞女郁默。 妮妮开始训练走路姿势, 英文发音, 抽香烟打麻将, 直到培训完记足以后, 妮妮本人才知道自己即将出演的角色是郁默, 而跟自己演对手戏的竟然是好莱坞的影帝。 这令本就没有表演经验的妮妮更有压力, 在片场一度崩溃到哭泣, 所信张艺谋是个好老师, 她的安慰令妮妮得到了不少苦力, 《精灵十三拆》顺利杀青并上映。 电影播出后, 妮妮迅速走红, 凭借《精灵十三拆》中的郁默斩获了不少新人奖, 也顺利登上了杂志封面。 所有人都觉得老天爷在一开始给了妮妮这么好的运气, 她并将成为一个时代, 张艺谋也这么觉得。 她说, 我觉得她是一个新时代的新类型, 跟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是另外一代人了, 我觉得她的前途不可限量。 可是后来, 《精灵十三拆》只拿到了六亿票房, 张艺谋的合作伙伴张伟平, 预估票房是十二个亿, 少了一半。 为此, 艺术和资本打起来了, 张艺谋和张伟平闹掰了, 妮妮为张艺谋发声力挺张艺谋, 最后却被张伟平血藏。 任谁也没有想到, 迅速走红的某女郎妮妮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直到冯绍峰和妮妮宣布恋情, 冯绍峰当时因为和杨幂合作公所心欲爆红, 人气正如日中天, 对妮妮高调示爱。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 妮妮的资源才有所好转, 还跟当时还是男朋友的冯绍峰合作电影, 我想和你好好的。 然而电影上映后反响平平, 跟冯绍峰恋爱期间拍的电影也并没有什么成绩。 之后妮妮和冯绍峰宣布分手, 16年又和代替柯震东出演 《卓妖记》而一炮而红的景博然公开恋情。 在跟景博然在一起之后, 妮妮的电影资源也持续上升, 可在当时由于狗仔拍到的照片过于清晰, 妮妮和景博然的恋情一度被传是合约恋情, 可妮妮和景博然也不回应, 好资源还是一个切一个送到妮妮手里。 在长外山同张震、 廖凡拍摄电影雪豹, 又和霍建华、马苏搭倒拍摄电影 《28岁未成年》、《奇门遁甲》, 又和另一个猛女郎周冬雨还有大鹏合作。 按理来说, 这样的资源放在谁身上都不可能没有任何水花, 但到妮妮这里就是这样, 王者也带不动的青铜段位啊。 这么多电影不但没给她带来名利, 还带来了一片骂身, 骂她演技, 骂她炒作恋情, 骂她营销美貌, 妮妮这一路的高开低走实在是让人想不到。 猛女郎前有拱黄拱力, 大满贯张紫怡, 后有最小三金影后周冬雨, 新近小花刘浩存, 每一个猛女郎都名声大噪, 收获满满, 可是到了妮妮这儿, 不上不下的成绩实在令观众难以接受。 出道时, 妮妮有张艺某这个老师在指导, 所以塑造了玉莫这一经典角色, 之后妮妮所出演的电影角色都像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 虽然演员的风格应该是多变的, 可是多变的前提是, 你的演技已经成熟到可以随意切换, 但妮妮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这不温不火的几年间, 妮妮为了不让观众忘记, 一直活跃在各大红毯和杂志封面上, 以至于后来提起妮妮, 除了十年前的金丽十三拆, 就只剩下高级脸, 妮妮穿搭大大法, 妮妮红毯造型氛围感, 妮妮映照姿势, 妮妮出圈氛围感照片, 而对于妮妮后来的作品却必可不谈。 这些营销手段可能也确实让妮妮被人们记住, 甚至被人们喜欢, 但妮妮自己也能意识到, 就算自己的时尚杂志拍得再多, 红毯造型多美, 都对她演员的身份没有任何助力, 所以待拍了这么多年电影, 都没有什么收获的妮妮, 选择了进军电视剧行业, 《天圣长歌》的播出算是砸起了一丝波澜, 这次妮妮跟陈坤搭档, 网友好评, 评分也高达8.1分, 大家都以为妮妮又可以离当年金灵十三差的成绩再进一步了, 可谁曾想, 国家严查演员片酬, 爆出妮妮出演《天圣长歌》, 单集片酬高达140万, 比陈坤的片酬还高, 这一新闻被爆出来, 网友就不买账了, 网上也骂声一片, 妮妮的又一场翻身仗, 也以失败收场, 妮妮紧柏然分手, 前男友冯绍峰和当红女星赵丽颖结婚, 当时冯绍峰和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正大火, 这两件事又把妮妮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令人不禁深思, 当年和妮妮一起成为四小花旦的杨幂、杨颖、刘诗诗, 都已经结婚生子爱惜羽毛, 为何只有妮妮带着满屏营销的美貌和高级脸, 和一个又一个的烂片大步向前呢? 妮妮又出演抗战悬疑题材话剧《摇摇动巴》, 首次挑战一人分射两绝, 我以为这种人设以及题材的片子应该会令大家惊喜, 但是没想到直到最后出圈的衣袖还是她的造型和美貌, 这落差实在令人唏嘘。 妮妮自尽临时三差之后的每一次尝试, 结果好像都不尽人意, 但她好像并不在意外界的评价也从不回应, 不禁让我思考她是不是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 终于,有人想到了当年妮妮出演玉莫时的经验, 那个人就是刘德华。 刘德华和邱里涛筹备电影《拆弹专家20》, 想起了眼眸玉莫的妮妮。 向邱里涛推荐了妮妮, 当时邱里涛只见了妮妮一面, 就直接定下了女主角庞林。 妮妮抓住了这个机会, 同时妮妮出演一书的同名小说改编作品《流金岁月》, 饰演朱索索一角, 两个角色都能让这十年间被群朝的某女郎成功站起来, 没有人再去看这两个角色的扮相是否好看了。 朱索索这个角色就像妮妮本人一样, 永远的一往无前, 不管有没有结果总会付出自己的努力。 而在现实里, 妮妮虽然付出了自己最珍贵的十年时间, 虽然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但她也不会选择放弃。 《拆弹专家2》上映, 《流金岁月》播出, 大家对妮妮的印象好像又回到了 当年眼睛零十三差时的玉莫, 妮妮的翻身仗成功了。 妮妮当年出道时起点太高, 所以在后来失去张艺谋的指导之后, 一度跌下神坛。 也正是因为当年的《金丽十三差》, 观众对妮妮太过喜爱, 所以导致对妮妮要求和期待都太高。 所以之后, 妮妮很难再会达到当年《金丽十三差》那样高的成就了。 所以在我看来, 妮妮成也金丽十三差, 败也金丽十三差。 所以都在说妮妮是混得最差的某女郎, 至今能拿出手的还是只有一个金丽十三差, 确实, 在她营销自己的时尚度, 高级感和拍摄杂志封面的时候, 打在妮妮身上的标签就不再是演员了。 妮妮也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没有作品, 一出场所有人看见的就只有她的美貌, 她这样子自嘲莫名有一些心酸。 身为一个演员, 到最后只有自己的美貌被观众记住,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呢? 虽然妮妮是在自嘲, 但不可否认这就是事实。 之前妮妮出演的不论是校园电影, 喜剧电影, 出演的角色定位好像都是花瓶, 从妮妮自己的表现也能看出来, 她自己是不满足于现状的, 但她又好像无能为力。 到如今, 妮妮又靠着拆弹专家2和柳金岁月, 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妮妮用了十年回到自己开始的地方, 回到最初的起点, 然后再慢慢出发, 这其中的艰辛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让观众重新认识演员妮妮, 这应该是妮妮和妮妮粉丝的初心, 也希望在以后接受采访时, 妮妮可以有底气地告诉大家, 自己的所有代表作品, 而不再是十年前的《金零十三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